强强除了是女艺人之外 也是二手车行的董事 我有拿过名片 我一看 哇 好厉害 你们家的车行其实是你爸的 对 号称是全台第一大 是第一大的 其实做得很好 那我们也访问过你爸 你爸也很认真 也很专业 那说 但是因为全台第一大 所以就常常遭到同行的嫉妒 会搞小动作 可是就是会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同行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我把他们家公司的 可能员工 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个店长 挖过来吸收他 然后呢这样就可能能够带到他们 把我们家的一套的模式 或是把我们家的一些公司的 内部的人员带走之后呢 看了你们家很成功的模式 就挖脚你们的 很优秀的人 然后去想要就是复制你们的经营模式 其实也不是优秀 因为说实在的 这个是我们家是卖的是招牌 不是卖业务 我们家是唯一全台湾哦 全台湾唯一的不做业务这种 不做这种业务 什么抽成啊 或是业务业绩的 我们不做 我们是卖一台车 所有人都有奖金分 就是大家是平均的 所以我们的名片上面 也不能写业务的电话 你的业务电话你走了 就是客人在走了啊 但是我们家是卖的是我们家的招牌 所以你怎么样拉我们家的业务 我跟你们说 好多家车行都干过这种事情 所以他爸爸卖的是品牌形象 对 他把作业流程做好就一定的水准之上 我们家是做品牌 如果业务可以分成的话 他每个人这样的 对 就会变成像我那样 那个那个那个 对 你爸很棒 过去就是有别家车行 把我们家的店长挖去了之后呢 他认为说 店长来了一定很棒 很强啊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还提我们家的那种slogan啊 车都可以买个开车 不买个修理什么 贴上去啊 然后那种公式啊 折家公式啊 都填一模一样哦 还有那种啊 明天弄得跟我们家一样 什么什么立的 连那个设计的样子的啊 颜色都很像 还有啊 连招牌都弄得很像 有时候还贴我们家的东西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爸爸真的是很生气 他那时候就是 就是把我们家挖角过去的员工 那我还过去 到他们车行去 我想就先把他踹开 等一下 你去啊 对啊 我去啊 你去干嘛 我去 他们拿下来啊 因为我爸爸都做这种 骑风风的事叫我去做好了啊 三角一个人去啊 你爸真的是很会看人 也很会用人哦 对啊 他就叫我早上九点钟 就开车到那个三行的门口啊 然后我又要先进去说 要用复理器车的东西是吧 就给我拿下来 然后只要 然后呢 只要有那个人来看车 我就说 他们车都唱起我们家的东西 就要发行复理器车的 对啊 然后那个什么 我们家的那个店长还问我说 直接被挖角过去 他说你累不累啊 要不要喝点水 还拿水给我 我说不要 然后 然后后来啊 那个什么 跟你们说 只要啊 被我们家挖角过去 或者一种偷偷啊 内神 从你们家挖角出去的 被我们家 从我们家挖角出去的 或是内神通外鬼的 我爸爸都超厉害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他每次又可以一次 就把他抓出来 而且抓出来之后 都是 都是 都会直接 我跟你讲 我爸爸厉害的地方就是 那些出去的员工啊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我爸爸就说 我爸每次都说 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个样 逆我者亡 顺我者长 然后他就 然后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真的真的 因为出去外面 他们认为是这些人的能力 所以那些车行都会觉得 我要对你好啊 你拜托你帮我卖卖车怎么样 会发现那种毫无能力啊 因为卖是招牌 不是你个人 所以那些人到最后呢 一两年半年 全都在流离编锁 又被fire掉 到现在连房子贷款都交不出来 但是在我们家的呢 反而就是 我爸爸还有 因为我爸爸还有其他连锁店嘛 都一间一间的 让他们去开车行 然后呢 做我们家的其他加盟 然后就他们 还有的生小孩买房子啊 就稳稳地做 我爸每次说 类成通外轨的 就没有一个有办法下去 那问你是说 现在很 就是这个 如果说犯小人招数也很多啊 有些人 你在明他在暗 他们就用网路重伤你们 就是那时候网路 才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啊 有人就 因为我爸爸很 我爸爸其实对东西 是还蛮有远见 他很知道 很快就知道网路是一种 虽然他是老人 但他早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他的研究 对 我们家有 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工程部那样子的 然后结果他就发现说 怎么有一间车行 一直在重伤人 然后呢 就是我爸爸就是用他的关系 去找出来是谁 去谁之后 然后发现是一间车行 好啦 我爸就找过去啦 拜访啦 这场车行吓到说 当年在环角白货 请客 请桌 吃饭嘛 就是这件事 才让他们去酒店 全部通通都拜托 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对不起 因为被人家 你也要做事情 然后又被我爸爸那种专业的 这种工程的技巧 把它抓出来 然后之后登报道歉 我爸爸就说啊 以前跟他 跟他我们做那么成功 或者说他我们家 我们家的社区 最难搞的社区 被我爸爸就是 我爸爸那边服务很多年 然后呢 所有人都是很听他的话 他说以前这个社区 他在看开这个店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停车问题嘛 有些那个邻居会一直检举啊 什么东西的 乱搞啊什么的 我爸爸有一天啊 他一天到晚就收到 那个检举信函 其实我还没做什么 一天到晚收检举信函 他有一天 我爸爸就怀疑他楼上的那个 一定是他楼上的这个 然后有一天 那个楼上就掉垃圾 我爸爸从他垃圾袋 里面吵出来 我要一堆检举信函嘛 就是他要写的草稿嘛 我爸爸说被抓到就是你嘛 是不是你 然后那个人被吓到就说 好啦好啦 最后就是我嘛 对对对 那他之后他不敢做怪的 但我爸爸也不是说 要对你怎样怎样的 他反而就是把东西 我跟你谈好 我们什么样 有些东西我们改进会是什么样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这么的极端嘛 那我爸爸过年三节 还送东西给他 最后连车都给我们家买 每年都给我们家买 所以 会可以当一个成功的老板 真的不容易 不是说你看他平常只有什么 抽血加 打高尔夫球出去吃饭 人家其他你没看到说 他做好 他有好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对 而且他是 他知道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大安区是唯一立足的车行嘛 他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车子进出 或是我们员工跟车辆进去 他知道 这可能会影响或李明或什么 他反而我爸爸去做主委 为民服务三十几年 到现在还是 排解很多的邻里的一些事情 然后甚至帮忙铺路 或是有人找不到车位 我们家车会让给他 或是有哪里有发生什么状况 的话就花钱帮整个社区 他觉得他是有在付出的这样 OK 赞赞赞 抢抢都怕赞 抢抢 我怎么办老师要救救我 加油 阿伟老师 哪些子卫命格的人 很有实力 不怕别人来挑战 OK 好 我们刚刚听了抢抢爸爸的故事嘛 对不对 也许抢抢爸爸的故事的心像 会在上面出现这样 所以大家帮我看一下命盘上面 其实会显示说你自己本身命功 有什么样的能力 那样的能力就显示说 我自己其实在做事情上面 是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稳重 甚至别人不管怎么样去 质疑我 我都可以证明给别人看的一个形象 所以一样 大家帮 观众 帮我来看一下你们的命功的位置 想象就是上面左边第二格 繁奇的部分 下面左边数来第二格的命功的部分 看等一下会不会有上榜 等没有上榜 我帮你们大概讲解你们命功上面的 基本的形象 怎么样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实力最坚强 不过来挑战第三名的这个形象是 我们的天葵这颗星 刚刚两位来评都没有 天葵这颗星在命盘上面是属于最强大额 它的代表人物很像钟葵 天葵是一颗主星吗 天葵不是 天葵是一颗辅助的形象 但它是最强的极星 辅助 最强的辅星 对 最强的辅星 辅助的形象 额外加分的 所以天葵这颗星象 其实就是钟葵的概念 什么叫钟葵 钟葵就是我们到时候抓鬼的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扶仲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在它面前我不敢作怪 在它面前我觉得我没办法做任何事情 那样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命功自己有天葵 你会发现 你自己会一肩扛起所有事情 而且不管对于别人怎么样质疑你 你会发现你会用行动去证明 而不是跟你打 比如说口舌战或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人的心境特别的稳定 所以面对事情的时候 这个冷定度特别高 所以你只要命功有天葵 相对来说你很不坏挑战 自己的能力相对来说是强的 所以通常我会讲说 如果你是老板 你就很适合在请员工 要请到命功有天葵的人 但是你要忍受的是天葵的臭脸 就天葵是一个 我就是做事给你看 但我不会跟你在那边嘻嘻哈哈 然后讲一些什么 但是我会做给你看 把事情都玩 所以实力本身是非常强的 OK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祖星 就是我们的破君这颗形象 在命功出现 而后面帮大家夸胡了 子跟五是因为只有这两个位置 实力是最坚强的 而子跟五的概念就是 子是右下角的第二格 五是左上角第二格 刚好我们的抢墙呢 是五的破君的这个位置 要特别强调 这个不是因为为了抢墙而设计的 而是要先特别讲解一下 破君这颗形象的特点 破君这颗形象有个最大特质是 晚发 晚发概念就是越年轻越傻 那刚刚特别有解释过了 破君叫做一定要先跌倒 后面才有可能会起来 所以强强的状况是 他现在看起来好像 怎么感觉好像他需要别人救啊 或是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不经过这个过程来讲 很难淬炼出一个真正到最后 可以成熟面对事情的人 的这个状态 所以破君在地支子跟地支五呢 这两个位置呈现的是 最有智慧 最聪明 最有想法 但是不适合当头的一个特质 破君很适合把自己做到最好 其实破君是一个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可以完整发挥 但是如果他想要去涉猎 去抓住别人管别人会怎么样 严格说起来 破君连自己都不一定管得住 他还要管别人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不可能的 所以破君的不怕别人挑战是 我不怕别人来挑战我的专业 举例 强强帮自己定位说 我只要上节目 我就可以有效果 我就可以怎么样 这件事情他会觉得 没有人可以挑战我 但是如果他跨领域说 我要去当老板 我要管很多员工 这件事情他其实就叫做 他自己逾越了自己本身的界线 所以破君的实力 实力自身的实力 而不是在于管别人或当头的实力 他的概念是这样 OK 好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就你命宫 如果这颗星象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紫薇这颗星象 紫薇就非常简单了 紫薇是一个稳定度最高 也是我们紫薇斗数里面 特质里面最稳定的一颗星象 所以他的累积型是 紫薇不会打狂语 就比如说我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切齐不会 他会把事情做到最好 甚至是一步一步往上跌 所以紫薇的稳定度最强 所以当然实力本身来讲 是最不容别人挑战的 因为他自己不会用 比如说我硬用嘴巴 会用怎么样 不会 他会很平均地把所有事情 都做到最好 年轻人你在迷我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星象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点书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